我特别想跟女生说 我们常常说 关系再好两个人 如果相处起来没有边界 也会把关系变成一场灾难 父母和孩子是这样的 朋友和朋友是这样的 领导和员工是这样的 夫妻之间也是如此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 什么都管你 要求你所有的事情 都按照他们的要求来 那他们就是在操控你的人生 如果你的闺蜜 跟你讲这个男生不可以要 这个裙子不可以穿 这个工作不可以做 他的所有的话 都是以为你好的名义 要求你听他的 这个闺蜜也没办法教 那同样恋人也是一样的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相信她能感受得到 可是你所有的出发点 是为了你 你自己不是为了她 穿着好不好 是为了我有面子 而不是她有面子 我的男朋友这个水放在地上 是因为我觉得不舒服 所以所有的遗情 也是在为你考虑 而不是为她考虑 这种关系就会变得很恶劣 而且还有一点女孩 你是一个23岁的女生 你不是一个23岁男生的管家 你管她那么多干嘛 好累啊 没意义 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如此 如果你早就发现 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发现 这个女生可能太有点强势了 太不舒服了 你可以告诉给她 如果实在不行 大学不是不可以分手的 没必要拖着耗着 而且你刚才有一点 莎拉老师也说了 那碗饭 你知道我想的更多是 她给你那碗饭 应该是她自己带的盒饭吧 你刚才说是她自己做的 对 我就想问那个饭盒你洗了吗 我估计没洗吧 吃完了就放在那儿 为啥呢 习惯她照顾了 要是你真的饭盒洗了 然后再给人家写一张 谢谢以后再也不要给我了 好歹你吃了 表示感谢了 你也回馈了 你绝对不会洗的 不要一边接受她 为你全心全意的服务 一边还抱怨她对你的管教 你没有抱怨生活当中 她把饭做好了 放在你面前让你吃 你也没有抱怨 说她把家里卫生打扫了 你都没有抱怨这些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享受了 所以最后女孩就那句话 该分的时候就得分 在分手当中学会成长 而不要在分手当中 把自己的青春消耗 谢谢大家